各位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10月2日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小弟這個免費的頻道 請大家按一下按鈕訂閱和按個小鐘 將通知設定做全部 小弟的下一條錄影或者直播大家就不會錯過了 今天最新最新的消息 大約一小時前美國總統特朗普總統先生 以及他的第一夫人就是被確診了新冠肺炎 因為總統先生已經是74歲的高齡 高齡人士在新冠肺炎來說也是屬於高危的人士 看看他這次能否支持得到過去 但是無論怎樣也好 小弟相信這次這個病確診了 其實應該對他自己的信心 以及對他整個選舉應該都會有一種打擊 其實他為什麼會感染病呢 原因是因為再過多幾個小時之前 他的首席助手 這一位叫Hope Hicks 這一位女士確診了新冠肺炎的病毒 所以馬上特朗普總統先生和他的第一夫人 都是馬上去驗的 亦都出來的結果都是說他們是陽性的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現在暫時來說 美國在整個新冠肺炎的疫情 仍然是帶著頭的 美國的確診人數已經是等同一個香港的總人口 而且這個還是面仗 因為我們沒有包括一些隱形的患者 或者是傳播者的 而死亡人數已經在遙遙領先超過了20萬這麼高的了 其實我們看看過往這個圖 就可以看到自從疫症 在3月份爆發之後 其實基本上是沒有緩和過的 是一直這樣緩緩上升 死亡人數也是差不多差不多的 都是沒有緩和過 其實相信大家都會知道 為什麼美國會處理得這麼差呢 其實完全是跟特朗普總統先生對這個病的態度 是很有關係 因為甚至到了7月份的時間 當他開始為他競選造勢 他做的很多個活動 他都是沒有強調說要戴口罩 沒有強調有適合的社交距離 他的目的只是想聚一班人在這裡幫他造勢 甚至他也多次在鏡頭前面 公開地說不需要口罩 不需要社交距離 其實他這件事也真的令到美國人 因為他們很多美國人其實都很愚昧 他們也會對他順以為真 包括他其他一些對新冠肺炎的笑話 例如大家應該記得了 就是叫人們注射消毒劑 搞到很多人因為這樣喝消毒劑 結果是入院的 其實一直看到他這樣的態度 都是在無視新冠肺炎的嚴重性 老實說原因 小弟估計很簡單而已 因為這件事他覺得不會關自己的事 甚至整個政府也有同樣的取向 特朗普總統先生很早期的時候 這個已經是3月份的時候 就已經是說了當時美國是在爆發著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幅圖 美國其實在3月份的時候 已經是有一個上升的軌道 是一直在爆發著的 但是當時總統先生說了一句什麼 The cure cannot be worse than the problem itself 就是說醫治新冠肺炎的方法 不可以讓新冠肺炎疫情這個問題 是更加嚴重的 他說的是什麼呢 其實他就是很擔心 整個疫情就會影響美國的經濟 所以在疫情還未能控制的時間 其實美國已經急不及待重啓他的經濟 所以也是因為重啓完全無事的疫情 令到美國的感染人數和美國的死亡人數 是不斷不斷地上升 所以其實看到總統先生 他的態度就是經濟是更加比人命重要 甚至到了5月份的時間 他仍然很口顏無恥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到了5月份大家可以看到 5月1日的時間 其實他的確診的患者已經超越了100萬 而且當時的死者 因為病而過身的死亡人數 其實已經是去到6萬多 接近7萬了 但是他可以在公開說什麼說話呢 就是說他覺得他們做得很好 所以其實真的可以看到 整個疫情底下 我們就看到總統先生 真的無視美國人的性命 無視人命 而且重點就是 想要自己想要的東西 不論是經濟也好 或者他造勢也好 所以就一直看到他是這樣的態度 好了 終於這次回到來 病的是誰 是他自己 他會不會為了經濟 為了他自己的荷包 不去治療這個病呢 會不會用同樣的態度 對美國人民的態度 去對付自己呢 這個小弟相信不會 因為我們也很相信 他這個人 他自己病了 應該就會 睡了很緊張地幫自己治療了 所以 忽視別人的性命是一件事 忽視自己的性命 我相信他不會傻到去做這件事 其實最近我們知道 在9月份的時候 英國已經重啟了新冠肺炎病毒的隔離令 相信就是收緊了他們的抗疫的要求 但是美國當時很公開地說什麼 又是總統斯坦說 就是美國不會效法這件事 美國會繼續打開 不會跟著英國這樣做 目的是為了什麼呢 目的是為了經濟 其實投入他的投資是什麼呢 投資就是美國人的性命 所以其實整個美國 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抗疫為什麼會這麼錯呢 其實跟他的總統應該是很大的關係 好了 今次總統自己糟糕了 國民糟糕他不重視 現在到他自己感染了這個病了 所以美國呢 他一直很緊張在經濟 就因為他自己的病 而馬上遭遇了一個滑鐵爐 他病了沒多久 一個小時左右而已 其實這一個小時左右 我們就可以看到 其實美國的股票呢 已經是出現了這個恐慌 經濟已經進一步受挫 股市進一步受挫了 那其實呢 小弟呢 當然啦 我不是一個黑心的人 我們也不希望呢 總統先生因為這個病而去世 但是呢 真是希望呢 他可以借 借住這次他自己也病了 好好反省一下他之前呢 對別人的病情 對別人的疫情 是完全不關心的這個態度 到底是正確 還是不正確呢 好 那小弟這次分享到這裡為止 那如果是大家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大家呢 是喜歡小弟這條片 覺得裡面的資訊有用 很希望大家按一下 分享鍵 將它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再一次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我們下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